小蚂蚁咪咪 小蚂蚁咪咪在草地上发现了一个白白圆圆的东西 它问小蟋蟀,这白白圆圆的东西是什么? 小蟋蟀说不知道 它问小蜗牛,这白白圆圆的东西是什么? 小蜗牛说,没见过 它问金龟子,这白白圆圆的东西是什么? 金龟子说,我也没见过 它没用力去推它,可是怎么也推不动,因为很重 忽然,白白圆圆的东西里面发出咔啦咔啦的声音 小蚂蚁咪咪咪吓坏了,急忙躲到树叶的后面 小蜥蜓,小蜗蜂蜓和金龟子也害怕了 它们藏进了土洞里面 咔嚓一声,白白圆圆的东西裂开了 从里面走出一只小小鸡 鸡妈妈来了,小小鸡赶快跑进了妈妈的怀里 小蚂蜓迷迷惊讶地说 哦,这白白圆圆的东西原来是一只鸡蛋啊